全場精華 藍色送上這一場就是中藝人受香港超級聯賽的超級搶分大戰 兩支實力分子正面交鋒 黃色球衣屬於主場之力的李文 藍色球衣就是東方龍獅 在前東方龍獅已經響劍武戰 被擊敗了進鋒 先代三分 李文上場就同潔志擊戰一場 結果是二比二平手握手賢王 這場球很早就已經有球進了 先來接好球之後阿哥先送我直接出來 基華利頓反線對面扎亭鋒 結果擺到太太 拿到遠處位置 這樣搞定你 基華利頓差不多四分鐘為李文先開紀錄 再次顯示了阿哥斯達的傳送能力 都是基華利頓的聰明 最初被亭鋒贏了 最後反線回來 那道力真的厲害 這面曉明上來都在 領先之下仍然非常鎮定 現在來到對面 盧卡斯鬥高波 拉薩布夫勉強 踩回頭 抑手 就是艾華頓 結果衝回頭 王俊豪又撞到艾華頓 出球十二馬 這球十二馬 艾華頓的處理 普普通通 一般的 陳家豪能夠破手的球 相信是要鷹的一攻 這場球其實是有貢獻了很多的救家 新組比賽 盧卡斯 鬼馬的後床 坐回新組 結果一擺太 輕鬆搞定你 拿回遠處死角 才是增加到頭床 頂回給新組 可否以問 這下組織也由盧卡斯的質素 盧卡斯在上下半場都顯示了個人能力 其實波跌到他身上 然後由他移傳給隊友 這個組織的支點能力顯示了相當不錯的狀態 來一次機會 阿華頓 今次過往最後 前往來 盧卡斯頂過不到曾錦濤 倒過的球員 救回胸門 但自己後想科老充定 搞定你 他和新組都一樣 頭兩場聯賽進了三球 這一球就是一個 進攻的籃板 自己可以撿得回 見到他進了球之後相當興奮 陳家豪很無奈的表情 但是 真是難怪他 阿華頓就真是有級數 之後來到這邊 超漂亮的球 尼迪利就涉贏了王子浩 王子浩 王子浩從後 就是少許推一推 奧興奮的動作 速度12碼 尼迪利自己操都搞定你了 2比2 在上半場這麼多球的情況下 都要預示到下半場都會繼續交投活躍 結果是不是這樣呢 去到下半場 原來又是另一番景地 大家都比較謹慎 順文 上半場超精彩的球場 來到下半場賽事 都是下半場方面 李文在防守上也進步不少 但這次先看你的攻勢 特地漏 金華頓給過來 直接回回頭 頭到軒再向前 曾錦濤起腳 曾錦濤在下半場 我也有勝責過他 防守和握上 頻率都越來越多 也都顯示了他們下半場的信心 是越來越足 另外一位當然是王俊浩 那組下半場的標準球 成功率非常高 今次來到艾華頓 直到遠處位置 擦角度鬥射來自新組 但真的沒有什麼角度給他 新組其實在下半場 體能的問題 看到他 控球的質素都開始慢慢下降 但是 他的控球質素下降 這位人興的射球質素都差少少少 來自艾華頓 上屆曾經四度攻破李文大門的球員 香港賽事 可憐之一 一個洗球頭槌 搞定你先 利馬 超美的分球 然後一隻艾華到 招牌頭槌 同一條 頭柱拼遠處 靚波靚頭槌 靚波靚頭槌 體能起跳到相當之準 你看到他的波到的時候 直接望到龍門 基本上那個 球的飛躍方向 就是他望到那個角度 不是飛躍到美豬度 都沒得救了 這邊 尼迪尼做了大浪鬼 可惜他門前的機會 有少少少踏了Q 最可惜這球球 那哥斯達妙傳 尼迪尼 也贏了新位 偏偏少少塔茲亞 那個球很重 結果又好像落了坑打保齡 就是今天一場超級激戰 超級肉球 東方龍獅 3比2 險勝 李曼全取3分 聯賽兩連勝